什么样的人和朱自卿很像呢? 很像呢? 就是下班后开车到家 一定会在呆车里边听完整首歌 或者是抽花烟的中年奶 这里边很关键一点就是呆车里 就是那个车对于这些人来说 其实就是类似于何唐对朱自卿有点相似 那为什么是车这个空间 在上车之前回家之前 他的身份是什么? 可能是在 可能是在工作职场当中的这样的下属 对吧? 然后面对着工作当中的这种琐碎的事物 让他感到特别烦心 然后下了车之后回到家以后呢? 为什么不能回家? 家不是温暖的港湾吗? 为什么不能回家? 而且家里边他的身份又是什么? 因为这里提到他是中年男人 对吧? 不是说刚毕业的年轻人 中年男人他可能意味着他的身份是什么? 可能是丈夫 可能是 可能是 不是妻子了 拿来妻子对吧? 可能是丈夫 儿子 也可能是父亲 对吧? 那这些身份 也就是说他回到家之后 可能面临的又是生活的柴米油盐 江苏茶 或者生活的这种一滴鸡毛的琐碎 那让他感觉又有一种 这种身份的负担 而只有在车里的那片刻 对他来说 他是什么都不是 什么身份都没有 他可以只是他个体 然后静静的听一首歌 然后静静的抽完一支眼 那这样的身份带来的是一种自由感 那当然这种自由感 同学们确实是目前的一个年纪很难感受 不过呢我们可以转换一下下 你在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片刻的一个 一个自由的时刻 比如说你每周回回家的时候 每周回家的时候 让你感觉最放松 最自由的那个片刻 是哪个片刻 洗澡 洗澡 清歌 关系之间 这个周六的晚上 就是晚上的相对是放松的 因为周日的早上 你两眼一睁 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学习的状态 因为想着我还有很多作业没写 然后可能那天下午 你就要回学校了 对 所以那周日上午 其实你是很难 很难去完全自由放松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种自由的一种 短暂自由的一种获取 所以这种心境 可能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 对于朱四星来说 这个和堂也是那样 就只有在短暂的可能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他面对和堂的时候 他能获得一种自由的一种空间和时间 他这一刻他谁也不是 他只是他自己在享受着和堂的月色而已 好 那再延伸一下 我觉得这有一首歌可以推荐给大家 这首歌叫 不是和堂月色 不是凤凰传奇的和堂 怎么像是一样什么的 不是这个 叫李剑 十点半的地铁 十点半的地铁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这首歌是他在 我是歌手上曾经唱过一首歌 那么很打动人的 就是他里边歌词描绘的 十点半的地铁也同样 也是那个类似于和堂的空间 我也疲倦了 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 沉重的烫手的 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 就是在上地铁之前 他可能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看到十点半加班 然后下了地铁回到家里边 也是类似的情况 有很多家中的琐事 等着他去完成 那么当然在这里 我们并不是说 是只有中年男人 会有这样的苦恼 女性 中年女性 女性可能也有 然后包括大家 作为这个青年人 也会有类似的一个情形 然后余下的路 还有好长 但是在那一刻 都可以不去想管它们 只让温热的 这个晚风吹在我的脸上 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心境是一致的 是类似的 最重要的 其实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 这个学生的一个问法 包括这个老师的一个答法 重要的是 和堂数月色 其实都不是 重要的是 是他的心境 是他自由的心境 那一刻他如果能得到 这种自由的心境 这是最为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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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